现在是半夜2点 我们来看93W在不在家 开门一看 哇 哪怕还在 现在是在东京126度 北尾17度的地方 非常接近菲律宾 离菲律宾大概450公里 这里是海上 所以它乖乖的往西北方向走 因为小时11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方前进 而且内心的压力一直在降低当中 原本是非常的高压 但是它开始轻松以后就开始压降了 本来是1200% 现在慢慢降低 也有可能在天亮之后 它就会降到升一层台风 也就是有台风马鞍 因此它乖乖的向西北方向 会来到沙士海甲在这里放下一些风雨 所以它继续前进到南海的北夫 慢慢来这里有两条路 BFS告诉它说要很靠近香港一点 不过这个医器系统说要稍微叠边一点 好像浮现器 所以在这里它有点不知道抉择要走哪一条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导航在哪里呢 在广东跟浮现交接的地方 这里刚好两个省份都可以照顾得到 两边都有雨来 而且互相解除汉象 而且在这里的话可以影响到江浙地带 所以江浙地带的汉象也可以解除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在靠近广东的话 江浙地带又要开始干汉了 因此这个93W在天亮之后 也就是24小时之内可以形成有台风马鞍 但是我们只要保守一点 我们就讲中午好了 这样都不会太夸张 网路上大家都讲17级台风 我们再跟着流行一下 17级台风减半 8级半 也是9级左右的 9号台风马鞍 即将在24小时之内就会产生 不过到目前为止 它现在还是在低压状态 7级峰卫力 现在是半月2点了 天亮之后有可能就有时候改变了 所以天亮之后 我们先去再拍一个不一样的 好了 就拍到这里了 我先去睡觉一下 拜拜